银血病皮肤的皮损部呢 不需要特殊的护理 因为银血病呢 它本身的皮肤呢 它有抗菌钛呀 抗菌蛋白会升高 所以呢 它还不像皮炎湿疹类的这种皮肤 它皮肤本身呢 自己有一种抗菌的能力 所以它不需要特殊的护理 洗澡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不要很劲的搓 或者用这些刺激性的洗澡液呀 一般呢 它不会有影响 因为咱们的银血病皮损呢 它比较厚 就是银血呢 它比较多 当然呢 有些病人可能经过用药了以后 把银血去除了 底下呢 就是一个比较红的一个皮损 但这个时候呢 只要它没有太多的刺激 如果太红的那种皮损呢 就更要注意 不敢用这些刺激的洗澡液 银血病的搔痒呢 这个呢 是有些人有 有些人会没有 大部分银血病出发的时候呢 是没有搔痒的 后期呢 它会慢慢的有一些搔痒 搔痒的话 肯定是不能抓的 因为抓本身呢 它会把这些细菌呢 到处带 因为咱们其实 整个皮肤上呢 它都会有一些细菌 虽然说是银血病皮损中 它有抗菌态 抗菌蛋白分泌很多 但是搔抓的话 第一个呢 它可以把细菌带的来回都是 另外一个呢 它骚抓了以后 它会把皮肤呢 骚抓烂 这样子的话 有的病人有同性反应 会在其他被骚抓烂的地方呢 也长银血病 我们下期再见